大家好,我是郭承安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来聊一聊街头摄影 这个频道的老观众应该都知道 我已经做了很多期的街头摄影视频了 每次提起街头摄影都会有很多朋友问到 什么器材最适合扫街 应该怎么学习街头摄影 甚至好奇什么样的天气最适合出门拍照 如果这些问题恰好是你经常烦恼 经常想找人问出个所以然的 那本期视频就是为你量身定制的 我会根据我的拍照经验逐一回答 并且给出我觉得实用且可行的建议 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 说起去街头拍照 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自己一个人去有点不好意思 那我其实是比较建议大家试一试 一个人多去街头走一走 多观察观察,享受独自街拍的乐趣 麦克拉伦在《此时此地》这本书中 给街头摄影下过一个定义 他说街头摄影就是在公共领域拍下 事先未经安排的照片 由此可见,捕捉人物自然的状态 是街头摄影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 假如你和三五个小伙伴一起 拿着长枪短炮 光这个证实其实就挺吓人的 大多数路人看到的第一反应应该就是离你们远远的吧 大家街拍的时候不敢举起相机 其实是担心被人看到自己在拍人家对吧 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 觉得街头摄影就是街头人像摄影 其实并不是所有的街头摄影都需要人物的面孔去讲故事 就像这组来自马格丹摄影师的作品 照片中的人物虽然作为剪影出现 但丝毫不影响我们透过他们极具张力的动作 感受到他们运动中的热情 就算摄影师没有让人物露出面孔 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摄影师对构图 色彩还有光线的把控 感受到这个场景正在发生的故事 有时候人物的剪影或者一个远去的背影 同样非常具有故事感 建议大家独自去街拍还有一个原因 我们在拍街头摄影的时候 经常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场景值不值得等 但是对于街头摄影而言 能不能拍或者说值不值得等 这个问题并没有绝对的答案 毕竟每个人的审美和喜好都不一样 比如说你发现一个场景很适合拍光影 但和你一起的朋友并没有什么兴趣 继续去找下一个地点了 那你还是相当于自己在拍照吧 但是如果这个时候是和朋友一起的 等了好久还是什么都没有拍到 那我可能就会想 是不是我做的这个判断 影响了别人拍照的进度 那在拍照的时候总是这么分心 就很容易忘了去思考 为什么这个场景没有拍出照片了 所以对于街头摄影来说 如果眼前这个场景是你自己发现 自己找角度拍摄 自己决定值不值得等 那不管最后这张照片是极其精彩的 还是说什么都没有拍到 这个过程都会成为你宝贵的经历 那当你下一次遇到类似的场景 这个经历就会成为你做判断的经验了 关于拍照这件事 很多新手朋友都会面临器材选择的问题 我该用手机拍还是用相机拍 我该用广角拍还是用长焦拍 又或者我应该用定焦镜头拍 还是用变焦镜头拍 那么对于街头摄影来说 特别是对于刚刚开始接拍的新手来说 其实最适合的相机永远都是你最熟悉的那一台 如果你刚刚接触摄影 对光圈、快门、对焦都还不熟悉 明天起床之后就要开始自己第一次接头摄影了 但你应该选择的器材 肯定不是今天刚刚拿到的专业相机 因为光是调整这些参数就够让你手忙脚乱了 况且接头摄影都是非常依赖抓拍的 熟悉的器材可以帮助你以最快的速度进入一个拍照的状态 而不熟悉的器材可能会让你在一个又一个的错过中 不断积累挫败感 所以如果你一直在用手机拍照 对于手机上的主摄、广角、长焦 所能拍到的视野范围都非常熟悉 那手机可能就是最适合你进行第一次接头摄影的器材 在你用手机拍到满意的画面之后 发现自己真的对接头摄影还挺感兴趣的 然后在去购买相机的时候 自然就会去研究别的摄影师在用什么相机 哪种题材适合用哪个焦段的镜头 也就会顺其自然地去学习操作上有关对焦和曝光的知识了 关于相机的选择 如果你的财力允许 你能较得出口的相机品牌 最近两年新出的APS-C画幅或者全画幅 都是可以完全满足街头摄影需求的 有关拍照参数的问题 在之前的第一视角摄影视频中 弹幕经常会出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有一些朋友看到每一张照片都要问参数 而另一些朋友会在后面追着回复 参数没有意义 那在实际的拍照过程中 完全复制一张照片的参数 确实没有太多的实用价值 我们调整参数的首要目的 是为了保证拍出来的照片曝光正确 但是就算在同一个场景拍摄 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天气 甚至是在不同的季节 光照都是不一样的 那曝光的参数肯定是不同的呀 所以啊 笔记参数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知道自己调整这些参数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调整光圈的数值 大光圈可以虚化掉场景中不相干的元素 让照片的主体更加突出 小光圈可以让人物和背景都保持清晰锐利 碰到好看的场景 不至于让漂亮的背景看不清楚 我们在看别人拍照参数的时候 可以多想一下 他为什么在这个场景用了这组参数 至于大家纠结比较多的 到底应该用什么档位来拍照 很多刚接触摄影的朋友都有一个误区 认为M档就是高级 恨不得刚开始拍照就手动曝光加手动对焦 那其实无论P档 A档还是M档 都是为了帮助我们获得合理的曝光参数 进而控制拍摄的效果 具体用哪个档位应该根据你所拍摄的内容而定 对于街头摄影来说 我们需要保持手中的相机随时都是一个抬手即拍的状态 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尝试和练习使用A档 也就是光圈优弦模式 在这个模式下 我们可以根据拍摄的场景来调整光圈的大小 进而控制景深 在设置好光圈之后 相机会自动为我们测算出一个合理的快门速度 这样在每次拍照前 我们只需要调整光圈这一个参数就可以了 如果你觉得拍出来的照片有点亮或者有点暗 还可以使用曝光补偿功能来调整 这样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 帮助我们减少调整相机的时间 所以对于街头摄影而言 尤其是需要抓拍的时候 尽管把计算曝光和对焦的事儿交给相机就可以了 这些功能存在的意义 就是为了帮助我们节省出调整设置的时间 从而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构图创作上 能以最快的速度帮助你成功拍到照片的档位 就是最实用的最高级的 很多朋友可能平时都看过不少街头摄影的作品 在看别人照片的时候 经常会产生这个场景我也可以这种错觉 不过等到自己真正拿起相机出门的时候 就会有点一头雾水了 乍一看好像什么都可以拍 拿起相机一比划 又好像没什么可以拍的 屏幕前的小伙伴们是不是都有过这种感觉呀 如果你总是对拍什么没有什么想法 那不妨回想一下 自己是为什么想要尝试街头摄影的 是不是因为某一幅或者是某一组作品吸引了你 让你产生了有一天我也要拍出这样作品的想法 如果在你心中有这么一幅作品 或者是有一位你非常喜欢的摄影师 那学习摄影最好的方法就是从模仿开始 对于还没有真正开始拍照的朋友来说 可能听起来会比较抽象 我们可以拿书法来类比一下 大家小时候都有练过字吧 在我看来书法和摄影是有非常多的共同点的 我们小时候练字 最开始的目标是横平竖直 能把写的字让人一眼就看懂看清楚 这就像我们刚开始学习拍照 要学习正确的对焦和曝光 新手开始拍一张照片 最重要的就是曝光合理且对焦准确 要让人家一眼就看清楚你拍的是什么 当然摄影的模仿和书法的临摹还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完全复刻一张 一模一样的截图摄影作品 我们在模仿一张照片的时候 比寻找相同场景更重要的是 学习这张照片的构图方式 学习这位摄影师在光线选择 角度选择上的技巧 然后去到你熟悉的场景中 寻找可以发挥这些构图方式和摄影技巧的地方 等我们在不同的场景 不同的光线都拍过很多次了 自然而然就会选择到自己喜欢的风格和真正擅长的题材了 说起适合拍照的天气 很多人的第一选择都是晴天 这当然没有错了 其实对于街头摄影来说 任何天气都适合出门拍照 而且每种天气下都有非常多的可拍元素 那为什么很多人都喜欢晴天拍照呢 因为晴天的时候太阳光更明显 光线的变化也会更丰富 在日出日落前后 还会有非常漂亮的黄金时刻 蓝调时刻 那这个时间段拍出来的照片 色彩也会更加丰富 特别是好天气的日落时分 可以拍到非常漂亮的逆光剪影 碰上合适的场景 那种浪漫又美好的感觉 一下子就通过照片传达出来了 晴天还有一个可拍的题材 就是光影 太阳透过建筑会形成各种不同形状的影子 我们利用这些光影的线条来构图 可以拍出非常简洁和干净的画面 不过对于街头摄影来说 晴天并不是唯一的选择 阴雨天其实也能拍出非常好的效果 比如当伞这个元素出现在照片里的时候 它就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几何图形了 而是有着更多的象征意义 我们看到伞就会想到它遮风挡雨的功能 就会让我们在雨天雨夜 这样阴冷的环境中 感觉到伞下的那一点温暖 伞外的阴冷和伞下的温暖 所形成的反差和对比 能为我们的照片极大的增加故事感 所以如果你想尝试街头摄影 那就不要被天气所束缚 好天气坏天气都可以尝试出门拍照 好了 那以上就是我为大家总结的一些 关于街头摄影的经验了 希望对于刚刚接触街头摄影的新人们 能有所帮助 如果大家还有哪些关于摄影的疑问 或者是自己有趣的拍照经历想要分享的 也欢迎大家在弹幕和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了点个赞 一键三连也可以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